再來是尖叫聲 那個這樣好吧 我們先來點歌 不是我待會要唱 我是怕等一下停電 我就可以清唱 我剛剛在後台等的時候 我想說跳電 欸好玩欸 如果跳電的話 我就可以清唱了 清唱可以唱好多首 我們多久不見了 是你們沒出現吧 其實我一直都有來 我一直都有來馬來西亞 然後我下個禮拜 還會再來世界宣言會 飢餓30的活動 我們這邊有飢餓勇士嗎 真的嗎 我剛剛問你們的工作人員 就是你們的同學說 阿曼大學好不好考 他就 所以這間學校的同學 不僅非常的聰明 而且還很有愛心是嗎 真的有飢餓勇士沒有騙我齁 我覺得多多的參與 讓那個公益成為一種 Lifestyle 然後也去影響你身邊的人 我覺得 怎樣有什麼意見嗎 公益成為Lifestyle 跟我一起唸 公益成為Lifestyle 讓公益成為一種Fashion 一起唸 讓公益成為一種Fashion 一起唸 讓公益成為一種Fashion 動不動就有校園可以去 然後我從剛出道到現在已經 Oh my God 十年了 當初我剛來馬來西亞宣傳的時候 還那麼小 現在那麼大了 我覺得到校園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就好像剛剛威爾說的 來吸取同學們的青春氣息 不過 讓公益 蛤 讓公益 讓公益 希望你們多多邀請我 我當然就來啊 畢竟 台灣飛過來 不夠四個小時而已 蠻快的 睡一下就到了 有空也歡迎你們來台灣玩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很開心 就是收到同學們 收到學校的邀請 然後覺得你們是一個非常 有活力的一間學校 然後我剛剛在外面看 是全世界的人都進來了嗎 欸我跟這個外面都沒有看到人 我覺得好驚人喔 就是學校辦活動 然後同學們都很支持 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 好 這樣辛苦辦活動的人 才會覺得很值得 好啦 我們來唱歌 我才三首歌而已 我好捨不得喔 坐這麼遠 唱三首歌 三十分鐘才對吧 好啦 我先來講真的啦 唱一下 因為我去年結婚嘛 你們知道嗎 自從我結婚以後 因為大家都比較想要看到我老公 欸 你們想看我喔 愛你 沒有其實他也蠻想要跟我一起來的 可能有一些教會的活動啊 或是其他這樣 不過就是今天只有我自己 那我在結婚之後有發行一支單曲 然後我想 也跟各位同學們鼓勵啦 就是我當初我自己在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是蠻辛苦的 在座可能有一些同學 你需要打工 你需要自己繳學費 或者是等等的 或者是家庭很辛苦啊 或者是你在人際關係上有一些些的挑戰 其實我在我念書那段期間 也有很多的掙扎 然後到後來追尋夢想 你的主題念一遍好不好 不知道 不是Dare to dream嗎 對不對 我覺得夢想真的 真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你要敢夢敢想 才有可能就是達到你的夢想的舞台 不見得真的是站在舞台上 而是你可以活出一個非常精彩的生命 那我在成為歌手 然後做著自己一直很喜歡做的事情去唱歌 去到很多地方 來到馬來西亞 到世界各地 我覺得達成夢想的過程中 不管有多少挑戰 都是讓我自己 越來越成為有自信跟勇敢的人 然後一直到我結婚 當然也不吝嗇跟大家一起透過音樂 來分享我的幸福跟喜悅 所以祝福各位同學 可能你們還沒有要結婚的打算 這是正常的 但是 先好好的愛惜自己 然後好好的一步一腳印走出你的人生 然後走出你的夢想 送給你們這首歌 相信未來你們一定會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幸福 這首歌不期而遇 謝謝